元宵佳节在上海有着元宵行街会的习俗 那今年元宵行街会在哪里举行 那里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上海杨浦区的四平街道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热闹的元宵行街会 那在这里呢 居民不仅可以欣赏电影参观展览 也可以和设计师和艺术师一起来孵化创意 可以说是让科学和艺术更接地气 也让这里的居民的生活呢更充实精彩 你现在这边看到的NICE2035 这里面呢就是引进了很多的 比如声音实验室材料实验室 以及我们的数字工坊等等的创新的项目在里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很多学生带着家长来这边咨询 具体咱们这个数字工坊是什么情况 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同济大学的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同济设计创业学院的丁俊峰 那么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NICE2035的一个社区 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可能刚才大家已经听闻了 有很多跟我们同济设计创业学院的很多实验室 下放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 其实都是不是我们大学生的 是我们小朋友的项目 FabLab实验室呢 是创始于MIT麻省理工大学 那么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我们赋予它很多的数字时代的工具 让它能够制造万物 这个概念呢 是在我2013年的时候 把它引进到同济设计创业学院 但是它主要的对象呢 是我们成年人 我们的大学生 那在和社区融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样的一个理念 带给了我们的青少年 因为国家现在在推双创 在推双减政策下的素养教育的全面的改革 在社区里面非常缺内容 所以呢我们有 同济设计创业学院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高校的资源能够外溢到下沉到社区里面 让孩子们在课余时间里面 就可以在我们这里创新创作 那么我们赋予它的这个知识点 我们赋予它的工具 能够帮助它实现它的创效 所以你会看到 在我们的桌面上面 有非常多的一些小的案例 比如说这个海洋日记 就是一到三年级的孩子做出来的 那么它除了运用3D打印啊 雷射切割啊 小编程啊 它主要的理念就是 我去理解海洋生命 它现在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甚至于因为我们的垃圾 不做处理或是这个消费过度 那么对海洋生命 它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影响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动物 那么他们继续研究 三到五年级的小朋友 它提升它的这个级别 它包括电子电路的部分 包括编程的部分 就开始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整合进去 这边呢 看到的是智能家居 它是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我这个家居的形态 怎么去设计它未来的家 这是一个小的模型 所以它不断地去升级 等到它有一定的基础知识 储备好之后 它就进入社区 去采访我们现在社区里面的 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问题 我们小朋友的问题 它用它的创新 去激发寻找到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这里呢 会有很多的火花 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国际团队 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的老师 就在这个社区里面 变成一个终身学习的场地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丁教授的教授 讲述啊 的确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科技 很高 高深的一些东西 真正的扎根于我们社区 然后可以真正的激发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学生 然后同时呢 又可以跟居民一起 在这里孵化更多的创意和科技 那感谢丁教授的这个 把我们这个科技 引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哈